今天王太太快來超級市場買燒烤用品 誰知一不小心 成春蜜糖掉下來, 就打爛了 他兩頭看, 當發現沒人看見 他就急急走去了 沒多久, 有個職員經過 正在想怎樣清理 收銀那邊有人大大聲叫他過去幫忙 他見到旁邊有個手推車 於是就拉了過來 停在玻璃碎和摊蜜糖上 想著回頭回來才清理污漬 誰知走過後沒多久, 就有個阿嬸經過 一個戰步走過去 把你的廁紙放在車上 然後就推走一輛車 在婆婆推走一輛車沒多久 有個西裝人就走過來了 好, 看到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要考考大家的 就是這個意外裡面 如果西裝人受了傷, 要求賠償 究竟超級市場 是否應該就這件事作出賠償呢? 不知道, 家樂你有沒有經歷過這個情形? 我經常經歷 不過你伸手好 我就是一個關斗打給你 我覺得沒有人要賠償 那你告, 當然是告超級市場 他們最有錢的, 有錢賠償的 那個職員要負責 因為其實原本通常是… 他都賺不到什麼錢 你先聽一下吧 西裝人首先會告超級市場 因為超級市場有錢 但超級市場有錢的人 就要找一些大律師 然後告職員 因為是你弄成這樣 沒理由就這樣推車過去 你反轉他, 那就已經很安全了 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事 所以他終於就是這個職員會傾家蕩產 女朋友沒有賣 其實那個人不打出, 什麼事都沒有了 真的 我覺得那個阿嬸 和超級市場的人都不對 第一, 阿嬸打爛了之後 他接著就不故而去 那就不對, 應該要自首吧 對 第二, 那個超級市場的那個人 有人叫他, 他就走了也不對 他應該第一時間處理這個事情 好嗎 看看他的超級市場有沒有那些螢幕 如果他看到, 那個師傅 原來每天都來買東西 每天都整頓一硬 不是有信用卡, 有地址呢 看看他是不是要告那個師奶 因為你這樣, 我就要陪人給人 超級市場是需要負責任的 疏忽是侵權法的其中一項訴訟 在這個片段, 受傷的那位人士 是可以向超級市場索償 那個傷者最主要是要證明 超級市場是欠他一個緊承責任 而是因為超級市場的不小心疏忽 而令到超級市場破壞了這個緊承責任 那麼看片段, 職員只是做他工作份內的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法律上是不會給僱主 一個機會說不關僱主的事 因為僱主是要負責職員的疏忽行為的後果